吉林银行取款续报备后续,派出所回应来了,不料网友并不买账,近日,吉林银行登上热搜,事情的起因是,网友陪自己的母亲去银行取钱,总共不到十万,却被银行方面一口回绝,理由是需要向辖区派出所进行报备,批准后才能放款,无奈,网友只能照做,在等待了相当长的一段审核时间后,派出所终于批准了,网友这才把钱给取了出来,事后他越想越觉得不合理, 便在网上进行吐槽,结果引发全网热议,评论区一边倒的认为,这种规定不合理,存钱时没人过问,一到取钱的时候就开始各种条条框框,以前还只需要提前预约,现在银行干脆和派出所一起联手,老百姓取钱更难了,如果是这样的话,直接把钱存派出所不就得了吗?还要什么银行?就在网上舆论越闹越大,涉事银行的工作人员出面回应称,根据辖区派出所的要求, 取款两万元以上,需要工作人员向派出所进行报备,派出所对客户账户进行合适以后,才可以取款,而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防止储户遭遇电诈,原来都是为了储户好,近年来电信诈骗分子非常猖獗,为了防止储户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被骗,很多银行都会在客户取钱时询问用途,而且还设置了每日上限, 这样一来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储户的财产安全,但也带来了诸多不便,很多急用钱的客户只能干着急,甚至耽误了不少事,而且派出所进行合适的话,也让不少网友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侵犯,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?评论区畅所欲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